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是NE的文法 那雖然是NE的文法 但是這個文法其實在早前初期的時候 我們就有接觸過的這個つまり 但是今天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會學的是它的否定形式和過去式的用法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視頻內容吧 好的,那在開始今天的文法解說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特朗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喔 而且要在旁邊那個小小鈴鐺 按下去選擇全部的通知 這樣子每一個星期有更新的視頻內容的時候 你將會是第一個叮咚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這文法是 或者是呢 一個是呢 一個是呢 現在的否定形式 另外一個是過去的否定形式 那它的這個接觸詞呢 只有一種的用法 就是動詞的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是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是 たつもりはない たつもりはなかった 這樣子的用法 那簡單來說呢 它的這個意思呢 就是講 我不認為的是 我自己主觀的想法 我自己主觀的自分で そう思わなかった 我不認爲什麼什麼什麼了 所以呢 你任何一個動詞接在前面的話呢 就是 我不是什麼什麼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以為不是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解釋方式 大家明白了嗎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例子部分 いじめたつもりはないと思っていても 相手がいじめられたと思っていれば それはいじめだ 我們再來看一下 いじめたつもりはないと思っていても 相手がいじめられたと思っていれば それはいじめだ 所以這邊呢 有一個 いじめる的這個字 出現了三次 它就是指欺負的一個動詞 或者是名詞的話 那這邊呢 它就說什麼呢 いじめた一樣把它換成たっけい いじめたつもりはない 也就指呢 我不認為那是欺負 我不認為那個是可以稱得上是欺負啦 或者是開開玩笑而已 不是有意義的這樣子 ないと思っていても 這個呢 我 即使 因為有一個でも 即使就算 就算是我 認為它不是 一直來我都認為它不是一個欺負的 一種行為這樣子 但是呢 相手がいじめられたと思っていれば 什麼意思呢 如果對方呢 這邊呢 思っていれば 是一個條件 假設狀況 如果對方呢 就是認為他就是被欺負了 就是那個受害者 他就認為你們欺負我這樣子 所以呢 他這邊也是用這個たっけい いじめられた 被欺負 うけみけ 再加過去是 相手がいじめられたと思っていれば 再加一個條件形式 それはいじめだ 那個呢 就是欺負了 不管你認為 不認為 不管我 贊同它是欺負 還是認為它不是欺負的行為 只要是那個受害者 是認為是你們在欺負他 在加害他的話 那他就是屬於欺負的一個行為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ても 的這個變動形式 所以呢 這邊我們不會看到是 おもてた的用法 所以這一點稍微要特別注意一下啦 いじめたつもりはないと思っていても 相手がいじめられたと思っていれば それは いじめだ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第二個例子 付き合ったつもりはないのに 彼はそう 勘違いしていたようだ 付き合ったつもりはないのに 彼はそう 勘違いしていたようだ 所以這邊呢 它是有用一個 有 就是指呢 它好像 怎麼樣 看起來好像怎麼樣 它不是明確的 所以呢 付き合ったつもりはない 就是呢 我不認為我們在交往的意思 所以這邊呢 付き合う 就是交往 男女之間的交往 也可以這樣子的一個解說方式 所以換成 他可以的話 付き合った 然後再加つもりはない のに のに 就是雖然明明 明明我都不認為 是我們已經是男女朋友關係了 不是那種關係 但是 那一個男生呢 他好像怎麼的 這邊呢 是這個 かんじがい かんじがい就是誤會了 有這樣子的一個錯覺 好像誤會說 我和他是男女朋友的那種關係 所以そう かんじがい 好像是 這樣子認為了 這樣子誤解了 かんじがいしていた 那這邊用了一大就是 從以前到現在 好像發生什麼事情的 那個契機之下 他誤認爲 這樣子誤認爲 我們是男女朋友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這邊是用了這個 かんじがいしていた 然後再加一個 よ 好像是 よだ 這樣子了 付き合ったつもりはないのに 彼はそう 勘違いしていた よだ 這樣子了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 第三個例子 強化したつもりはないが どうしても と言うなら やりたいように やればいい 強化した つもりはないが どうしても と言うなら やりたいように やればいい 所以這句話 什麼意思啊 強化したつもりはない 強化しゅいか 也就是允許 所以他這邊也是一樣 是換成這個した たけ 強化したつもりはない 就是 我不認為我允許 或者是呢 我本來就不允許這件事情 我以為我不允許這件事情 但是呢 どうしても 這邊的どうしても 就是不管 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無論怎麼樣 都要做的話 所以どうしてもと言うなら 這邊的意義是說 如果 它有一個假設的狀況嘛 如果說 不管怎麼樣 都要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やりたいように 就像你要去做的那個方式 去做吧 やりたいように やればいい 這樣子 強化したつもりはないが どうしてもと言うなら やりたいように やればいい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 看一下一個例子 怒った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が 彼女を泣かせてしまった 怒った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が 怒った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が 彼女を泣かせてしまった 所以這個呢 他可能在訴說已經過去的事情 他就說 怒った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が 就是 我不認為我在生氣 這樣子 當時狀況 我不認為我在凶他 這樣子 在罵人 這樣子 所以他就怒った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が 但是呢 事情 是發生什麼事情 彼女を泣かせてしまった 那泣かせる 就是しえきけい 也就是 讓女朋友 所以這邊 大家會看到 彼女 她是授辞 還有一個お 有一個お 就是讓女朋友 怎麼了 讓女朋友 哭泣了 弄哭他了 這樣子 彼女を泣かせてしまった 不小心把他弄哭了 所以他這個是 一個 我不認為我是 有在罵人 那但是 還是不小心的 就把女朋友 給弄哭了 這樣子 的一個用法 所以他可能是在訴訟 已經發生過事情 所以 怒った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が 彼女を泣かせてしまった 好的 那我們非常快速的 來到今天的 最後一個例子 馬鹿にしたつもりはないのですが そう聞こえたのなら 素直に謝ります 馬鹿にしたつもりはないのですが そう聞こえたのなら 素直に謝ります 所以 這個呢 什麼意思大家可以來 嘗試的了解一下 那這邊呢 馬鹿にする 是什麼意思呢 經常我們說 看不起人 或者是 你當別人是笨蛋的時候 馬鹿にするな 就是別這麼做 別把我當傻子了 這樣子的一個用法 所以這邊呢 你可以說是 看 輕視他人的用法 馬鹿にしたつもりはないのですが 那就是 我 我其實是 沒有要 就是 輕視你 或者是 當你是傻子 當你是笨蛋 這樣子 但是呢 そう聞こえたのなら 這個也是一個假設 如果你 聽到 認為 好像你 當我是傻子 所以他前面 講了一個そう そう聞こえたのなら 就是 如果你 你聽了 你覺得 好像你在 罵我一樣的話 如果你有那種 心理層面上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的話 すなおに あやまります 那我會 怎麼樣 就是非常 直接的 或者是誠實的 就是向你道歉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すなおにあやまります 這樣子 這個用法呢 它都是會有一個轉折點的 就是 ですが だが 但是呢 如果是這樣 那非常的抱歉 ごめん 這樣子的一個用法 ばかにしたつもりはないのですが そう聞こえたのなら すなおにあやまります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要跟他分享的是 所有的這個 たつもりはない たつもりはなかった的用法 好的 那我們今天教學的視頻呢 也到了尾聲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的話 別忘記給我一個大大的讚 然後分享去給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還沒訂閱 他媽的頻道還一定要訂閱喔 這樣子你就可以第一個時間 說他媽的最新動態啦 那麼下個影片再見吧 おつかすまでした バイバイ